台湾最近有一篇报导,是说在美国有项新的研究 这个研究是发表在一个BMC公共卫生的期刊里面 其中是说什么呢? 是美国坎萨斯州州立大学人类营养学助理教授 沙拉·罗森·克兰斯和李察·罗森·克兰斯 他们做了一项很大型的澳洲研究 研究什么呢?就是包括194545名 人数真的不少 是年龄在45岁至106岁的人士身上 男女也有 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公布在BMC公共卫生期刊里面 报告就是说 他们如果能够减少坐的时间 站多些或者做多些活动身体的运动 就可以减低血管的毛病 减低糖尿病、心脏病、中风、乳癌、大腸癌等等的 就是慢性病的风险 原来站多些就有这么好的效果 就算你整天站来代替坐 都能够改善你的健康 不是一定要运动都可以 总之你站多些就可以了 就可以避免你的慢性病上身 没有这些慢性病 你自然的生活质素就可以提高了 在他们的研究里面 作者认为一般人 很多时候都花很多时间坐在这里 进行静态活动 他们其实一天只花30分钟 或者一小时去运动 活动一下筋骨 他说如果你能够花点时间 偶像站起来就动一下 是比长时间坐在这里 是更能够产生保健的效果 根据沙拉的解释 他说如果我们长时间坐在这里 肌肉就会产生一种收缩反应 这样的反应就会影响一种叫做 脂蛋白脂 简写是LPL这个分子的活动 这样是会令到这个活动 慢慢变弱 甚至是罢工 这个LPL 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 利用脂肪 三酸金油脂 氧脂肪 来转化成为能量 LPL是会刺激我们身体的新层代謝 如果我们长期坐在这里 即是叫这个LPL 我们休息了 你可以关闭了 当身体关闭了这个程序的时候 对我们健康自然是不好 因为它不能将这些转化为能量 可想而知 我们其他的慢性病 就跟着会上身了